老叔福林妈咪最近经常见到一些文章上写婆婆带孩子与妈妈带孩子的区别,不外乎是婆婆带的孩子脏乱差,而妈妈带的白富美。 但是今天想讨论的一个现象是,宝妈不工作,仍然让婆婆带孩子。 很多宝妈为了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孩子,让婆婆带也是挺有可原。 但是宝妈在家闲着,什么都不干,还天天让婆婆照顾孩子,然后吐槽婆婆带孩子多不好之类的话,主持是让人看得有点貌气。 想去楼下就有这么一家人,媳妇发愈后就辞掉工作。 后来生完孩子后,婆婆从老家来伺候媳妇自愿的兼职带孩子,但后来媳妇也没有找工作,一直在家闲着。 孩子也是婆媳两个人大,平常没事出来也只是见婆婆一个人抱着孩子出来玩。 小区里很多这样的情况,但不是很理解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 黑格尔说,存在集合里,姨妹跟楼下也比较熟悉,就问了一下她家媳妇和婆婆的观点。 媳妇的宫典,我怀孕的时候,家里人都想着好好讲她,就让我把工作死了,我也就没有再工作了。 生完孩子,老公就让我婆在家里照顾我坐月子,顺便带带孩子。 老人嘛,在老家,一个人也没啥事,也挺乐意来的,我也不是没想过出去工作,孩子平时婆婆带就好了。 但现在工作不好找啊,而且忍着多幸啊,也就一直没有待工作。 现在孩子一岁多了,期间都是我和我婆婆一起带的,没说让她一个人吧,只是老人在家太无聊,爱跟外面的邻居聊天,拉家长离短,她出去肯定是带着孩子,还能晒晒太阳。 所以大家看着都是婆婆带的比较多,婆婆的宫典,带孩子真是我乐意啊,天天抱着我孙子,那是真高兴啊。 一点磨觉得累,现在我这年纪也大了,能为孩子做什么呀? 不就是做做饭打扫家务看孩子吗? 我也不希望孩子看见我觉得我是一个没用的妈,能为他们做点什么我都觉得挺好的。 至于媳妇工作不工作,也都不算什么事,能上班就上,不能上班就在家带孩子,孩子还小,爸妈能有一个陪在身边都是幸福的。 不得不说,婆婆的话还是说到心坎里,老人感觉自己只是觉得做了分类的事情,即使是在花甲之年,也希望为儿女发挥自己的愉热。 所以啊,不要吐槽老人为你带娃了,那是你自己的责任,作为儿女,应该是你招呼老人。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闻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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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